而最新的所发生的整个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里头 是出现在人们认为是乡村音乐最美好的地方 在过去很多喜爱乡村音乐的人觉得 如果美国有所谓的天堂就是Nashville 而这次这里发生了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他说枪杀的一个对象是一个私立小学 这个私立小学大概一年的学费是16000美元 所以基本上是属于比较贵族性的学校 而且他是一个很保守派的长老教会的学校 这次制造枪击案件的人 一个是有精神问题 第二是他有跨性别的问题 但跨性别不是重点 第三个很大的一个可能性 还是他对保守教会的仇恨 在纳什维尔警方发布的远警胸前摄影录像画面中 一切都太真实 一致于不像真的 反而像是虚构的电影场景 这些孩子都在关闭了 但是我们有两个孩子 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好的 好的 给我三个 我们拿三个 我们拿三个 我们来吧 我需要三个 一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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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吧 这或许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美国警方攻坚过程 以第一人称视角被如此清晰完整地记录下来 对外事出 而其所造成的冲击无疑也是空前的 因为就在短短14分钟前后 七条生命 包括三名来不及长大的智林学童 三名教职人员 以及疑似因为情绪障碍而打开杀戒的凶手本人 又在一瞬间 没了呼吸心跳 我们在一瞬间 什么 我们住 接纳西州纳西威尔市郊 一个高收入盈时社区 爆发私立基督教小学校园抢起案 造成六个人丧命 而曾经就读这一所学校 又跨性别倾向的枪手 则是当场遭到警方击毙 虽然杀人者的行凶动机 和犯案过程仍然有待调查理清 而纳许维尔警方果决明快的攻坚过程 也立即被拿来对比 去年德州罗布小学校园枪击案中 当地警方的畏缩和犹豫 两名开枪制服枪手的纳许维尔原警 也因此被媒体誉为是救援英雄 然而撇开这些犯案细节 与惊吓导致的第一时间情绪反映 多数的美国人 尤其是那些远离事发地点 却长期被美国枪支暴力问题 纠缠的受害者和一般民众 却对类似的情节早已不再陌生 甚至因为厌烦和无力和几乎麻木 你们很累的这些犯罪吗 你们很累的这些犯罪吗 我在美国华盛业 我们在几乎的犯罪 我认识了超过130法律 怎么还在这些犯罪呢 我们还在这些犯罪呢 为什么我们还在这些犯罪呢 所有的人在多年的徒劳与挫败之后 似乎都只能双手一摊 意识到自己在巨大的美国枪支文化 与复杂的强制问题之前有多么渺小 数据显示2023年至今 美国各地已发生130起至少4人以上死亡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同时仅仅1到3月就有近万人因枪支暴力丧命 包括400名儿童和青少年 而根据2018年一份调查 美国全境估计有3.9亿支长短枪流通 对比3.3亿的美国人口 意味着美国枪实际上已超越了美国人 登上全球永枪大国的守卫 而放眼其他枪支泛滥地区和国家 只有中东的叶门勉强能与美国相比拟 然而就算是在那个内战平仁的画外之地 人均用枪数也不到美国的一半 我一开始用没了 我以后一面的时候 我以后一开始你觉得 这一面是非常好玩 很多人要用继续冲 以来放吃的一面 他们为两三年 二、三年 三、四年 三、四年 有呢 十字号 是来自家来自捡 来自家人 与快乐 commercial 你永远不会把枪杀剥掉 那艘船已经航了 这太晚了 这太多枪杀剥掉 美国独特的枪支文化 使枪支管制成为一部分人 喊得深思历劫 另一部分人却坚决反对 抵死不从的高敏感高政治化议题 光在2022年 美国最高法院和美国国会 就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做出完全背道而驰的宪法解释 与立法规范 而网络媒体Vox 去年所制作的一份专题报道跟揭露 虽然每一回爆发大型枪击案 朝野都会想起枪支立法的声浪 但联邦层级的立法 最后几乎总是不了了之 真正说到做到的 反而是在州城级 而其中由共和党掌政的州 在枪击案后立刻松绑枪支管制的法案数量 几乎是民主党州 加强枪支管制力道的两倍之多 Mass shootings didn't have any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number of laws passed by Democrats while for Republican legislatures a mass shooting roughly doubles the number of laws enacted that loosened gun restrictions in the next year 一般以为枪支暴力频传应该会加深美国人对于枪支的反感 但事实上一部分的美国人却正是因为目睹犯罪率上升 或是对动荡的局势感到不安 而从原本的反枪人士变成了永枪一族 这种心态无论听来有多么讽刺 他所反映的都是深入历史文化和社会激励的美国现实 枪支到底该怎么管 该不该管 在近日美国恐怕已不是一两个法案的问题 而是牵动到美国人基本价值观的存在议题 我和前面受到一段时间 I'm not advocating civil violence and disobedience. My concern is, Do I have enough bullets at home to defend my castle?